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要介紹下一位參賽者 終於有女性的參賽者 好 欸 茵茵也是女的 茵茵也是女的 終於有女性的 主持人0分了 謝謝 他之前是講相聲的 現在來講脫口秀 他曾經在OpenMind拿過MVP 他長得也很像某一位政治人物 大家可以猜猜看 就讓我們來歡迎 真子貓 大家好 我是真子貓 大家好 耶 還好我不用去當兵 不是因為我不努力 是因為我是台大畢業的 說到政治人物啊 最近大家都常常說 我長得很像一個人 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 我今天穿了一個低胸的洋裝 有人看到他跟我講說 哇 你今天這個造型 真是魔鬼的身材 總統的臉孔 之前不是有那個網紅換臉嗎 把總統的臉換到那個巨乳妹 怎樣演A片有沒有 不用這麼麻煩啊 真人版就在這裡啊 但是今天現場不能演啊 這裡不是脫衣秀爭霸賽嗎 如果要看的話要加錢喔 然後我們會請 今天在場照杯最大的演員 大可愛演給你看 好啦 不好意思喔 這樣ROST評審說 應該不會被扣分吧 好 對啊 我最近 好 之前不是蔡英文她就辭職 辭職黨主席了嗎 我覺得好可惜喔 這樣以後我說我長得像蔡英文 會不會有人問說 蔡英文是誰啊 應該不會這麼誇張吧 她至少還是總統吧 只是不太知道平常來做些什麼 是用空軍一號在做代購嗎 好啦 我最近來講脫口秀 我想說我是不是應該要在臉書上面 開個粉絲專頁 可是 我想說我可以一手掌握流量密碼 可是我又覺得 開粉專頁好像蠻麻煩的耶 我覺得最困難的一件事情是 我不知道要取什麼名字 然後有一個朋友就建議我說 欸 你就趁蔡英文卸任之前 你就叫暴如英文 我覺得這聽起來很像 在色情網站上面開補習班 另外一個朋友她就說 那你就直接叫小辣台妹好了 我就說 這看起來很像1450的帳號 人家看到會覺得 這個側翼網軍的假帳號碼 照片還是合成的 所以我最近就在研究 到底怎麼樣取名字 我今天經過一家店 他的招牌上面就寫包子饅頭 哎呀這一看就知道是賣什麼的 我就進去問說 欸老闆我要一個包子 老闆就說 我這兒沒賣包子啊 是我名字叫包子啊 我想說喔 老闆名字叫包子喔 那你姓習嗎 不過他這個取名字的邏輯還不錯啊 照這個邏輯 我的粉專應該要叫 英文脫口秀 然後講的都是中文的段子 我之前比較多的演出是講相聲的啦 就是有一次是 我之前印象很深刻 是在國父紀念館 一個國家級的頒獎典禮 然後主持人是很隆重的風格 就各位來賓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演出嘉賓 真子貓掌聲鼓勵 然後底下的觀眾本來就超嚴肅的 就聽到這個指令開始 然後我想說蛤 就今天這整場都是要這樣自己cue的嗎 那我該不會還要想說 各位我講了一個笑話 笑 然後那個觀眾啊 笑聲傳過來還會lag 因為場地真的大到觀眾席有時差你知道嗎 我都已經講了三分鐘 後面的觀眾還在笑 哈哈哈哈 他說他是總統欸 然後那個後排的觀眾還在看 蛤 這距離這麼遠 人這麼小怎麼看啊 真的有像總統嗎 其實我那時候講的真的不像總統 因為總統是陳水扁 對我從那個年代就在講相聲 相聲就是長輩喜歡看的東西嘛 老人家的意見才是主流 像公投結果一樣 我有一個親戚啊 就是只有過年才會遇到那種 他就跟我講說 聽說你會講相聲喔 講一段來聽聽啊 我覺得這樣很不尊重做表演的耶 難道他遇到一個醫生 他會問說 聽說你會開刀喔 開一個來看看啊 就前幾年不是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很多演出都取消了耶 我想說怎麼辦啊 我說這個等級耶 沒有什麼好怕的 去考公務員吧 然後我就真的跑去考司法特考 你們知道司法特考是幹嘛的嗎 就是考法官的 你看這種工作 我這樣下次親戚再遇到我就會說 聽說你會告人喔 告一個來看看啊 欸聽到法官你們會不會想說 喔恐龍法官喔 欸不是啦 我不是恐龍法官喔 我沒有考上 我只是個恐龍而已 然後現在來講脫口秀 我發現欸 很多段子真的都很冒犯耶 我想說這些演員好厲害喔 都不怕被告嗎 我上次聽到一個 專門講地獄梗的一個演員 欸我覺得講得超精彩的 我就趕快跑去跟他講說 我好期待之後再看到你的表現喔 在法庭上 對所以各位如果覺得有被冒犯到齁 多多包涵啦 但是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覺得有人冒犯你啊 我可以幫你告他啊 我是真子貓 謝謝大家 謝謝真子貓 好那各位呢 現在手機拿出來的評分 那我們也請 呃評審呢 來給我們一點獎評 好那請 我是小丹妮 呃 總統 辛苦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啊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有蠻多就是 笑話是座落在也是一樣嘛 就是會有一種 呃 呃 稍微有一點爭議或是敏感的一些 的話題 並不是不能講 只是講完之後 呃 可以再多多著墨看看這樣子 呃我自己是覺得 現在這個段子的 翻轉的程度相對來說比較小一點 那就是還在抓那個翻轉的角度跟 鬥笑觀眾之間的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就還是再繼續的去 去抓一下 看那個觀眾的狀態是怎麼樣 呃 因為感覺上今天的觀眾的反應跟他的 那個反轉的東西好像比較 比較連不上 但也有可能其實就是位置上的問題 因為就是呃 這類型比較輕的題材 放在剛剛阿海的後面 其實相對來說是蠻弱 就是相對弱勢的 那不過這就是比賽 你在什麼位置 就是做什麼樣的事情 好謝謝兩位評審 接下來呢要 介紹下一位參賽者 他呢 今年30歲 在台北工作 他說他非常窮 因為他的工作呢 是自由工作者 還有接案編劇 讓我們掌聲歡迎 華旭 Yo大家好我是華旭 哈囉哈囉大家還好嗎 還好嗎 還好嗎 我們要重新開始囉 大家好 嘿 嘿嘿嘿 MOTHERFUCKER 超 好 我是一個結案的編劇 嘿嘿 然後同時也是一個 自由工作者 對對對 那我最近 我就有一個感悟 就發現一個自由工作者 一定要仔細的觀察 感受 思考 身邊所有發生的事情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身邊什麼時候會出現好的 兼職直缺 真的 一開始你根本就接不到你 超級窮 那個窮是 就是 沒有辦法用語言形容 就是 就那麼窮 但是沒有關係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可能有些人以後會做自由工作者 不要緊張 只要你撐過去 狀況就會改變 像我現在就不一樣了 欸 我習慣了 但說真的喔 說真的 人窮到一個地步啊 窮到一個底一點 底一點 你就突然間發現說 欸 其實這不是窮欸 這是一種生活態度 就窮了特別的哲學 特別的驕傲 你知道嗎 像我現在窮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跟我說 欸華旭 要不要吃個飯 我就跟他說 人一定要吃飯嗎 蛤 蛤 他就跟我說 那不然我們吃火鍋嘛 不是這個問題啊 那 那 你那麼兇幹什麼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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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我本來想要請你吃飯的 好不好 不要 不要可以嗎不要 等一下 請我吃飯 那我們可以去感受一下 火鍋存在的意義 走 欸不得不說 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朋友很重要 欸朋友很重要 我這個朋友他就 最近介紹一個很好的工作給我 欸 大家聽過藥物試驗嗎 有些人聽過很好很好 講給那些沒聽過的人知道一下 藥物試驗是這樣 就是一個製藥的廠商啊 為了要測驗新的藥物安不安全 就委託醫院去找人 來當實驗的白老鼠 啊我之前 為了兩萬五千塊 不對 我之前 為了觀察感受思考人生 做過三次 就是 就是這樣 欸說真的做這件事沒有那麼簡單喔 你要體檢還要回答一些護理師的問題 那時候狀況是這樣 護理師就跟我說 來 名字 呃 戴華旭 出生年月日82919 有沒有抽菸 有 有沒有抽菸 有 有抽菸 有抽菸的話不能做測菸喔 這樣結果還不准 喔好對不起等一下 所以有沒有抽菸 我想一想就跟他說 咦咦咦咦 沒有 好那我們開始測驗吧 我到那一刻才知道 哇操 原來財富的真相 就是謊言啊 但是但是謊言也是好東西 因為我 因為有七萬五千塊 所以可以在家裡面 好好的 等案子來 但案子不來就是不來 也因此 我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那時間多到 讓人覺得很自由 自由到讓人覺得很焦慮 我看到有觀眾就這樣 這反應就像中國人聽到自由的反應 好奢侈的煩惱啊同志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感覺是什麼 自由到很焦慮的感覺 大概就是 跟窮很像喔 有沒有 但我最近也在想啊 是不是其實是藥物試驗的副作用 就這樣 但還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到底那感覺是什麼 畢竟大家不是每個人都做過藥物試驗嘛 也沒有到自由很焦慮 那感覺是我們做兩個互動 簡單的 第一個 你覺得自己自由嗎 自由的幫我鼓個掌好不好 好 有些中國人常在這裡喔 好 來 覺得自己不自由的幫我鼓個掌 第二個問題 還真的有中國人站在這裡 好 各位 從剛才到現在 都沒有拍手的人 他所感覺到的就是自由的焦慮 就是 我自由嗎 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 你叫我拍手 我就拍手 我不是很不自由 但是我不自由嗎 好像也不是也還好 那到底是 就當然他可能只是手斷掉 就是我很自由 好 最後最後 你看一個自由工作者 可以活那麼開心 雖然那麼窮 所以還是推薦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 每個人都應該要當當看自由工作者 如果適合的話 就繼續做 不適合就不要做 適合的話 記住我 我叫華旭 等一下記得投票喔 等一下記得投票好不好 等一下 如果適合的話就要做 我們就要一起聊天 一起工作 一起創作 然後一起去做藥物實驗 好啦 謝謝大家 講到這邊 謝謝我是華旭 掰掰 好 謝謝華旭 評審可以開始 準備你的這個獎評 我也想知道 藥物實驗去哪裡做 好棒喔 兩萬五耶 哇天啊 三次就七萬五耶 哇 通常隔多久可以做一次啊 我真的蠻想知道 可以私下問他嗎 這真的很厲害 而且 這個是我難得 就是憑這三界以來 就是第一次頻道 不僅 角色態度明確 好笑 然後 執行的東西都 就是演的都很到位之外 而且我覺得他的笑話整個文本 還帶有某些觀點在裡面 這個是我在比賽裡還蠻少 真的是蠻少看到這個東西的 而且就算是 算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文本這樣子 所以 哇真的 無話可說欸 我跟人家比賽 我可能也會輸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給他低分一點好了 怕他以後會超越我 等一下 你本來也沒有在跟他比賽吧 對啊 好 呃 應該是我 覺得最喜歡的 這個窮的人設的展現 然後 他的氣場 然後對於現場的掌控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處理得非常好的 而且你們可以感受到 他是享受舞台 享受觀眾反應的 這是從前面的表演者到 現在這一個滑絮 才讓我感受到 有人在享受觀眾反應這件事情 然後 最後祝福他 千萬不要找到工作 會繼續好笑下去的 OK 好 謝謝兩位評審 接下來會介紹下一位參賽者 他是一位學校老師 也是好好笑女孩的 第五代 哦 然後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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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呢 這個出口秀對她來說 是一個美麗的出口 我們就讓她來聽聽看 她說呢 她的學生有多令人無言 那我們歡迎 pobre rider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Sammy 其實呢 我是一個音樂劇演員啦 然後呢 我第一次來到這個脫口秀的舞台 我覺得有一種 你知道 人生充滿新希望的感覺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說 啊~~ 流汗啊~~ 流汗啊~~ 但是因為平常還是要謀生 所以我有在教學 學生覺得很流行的東西 我都不懂 比如說眼線 眼線是一條黑色的線 畫在我們的眼睛上面 讓我們會看起來比較深邃 比較永生 可是學生竟然把眼線畫在眼睛的旁邊 哈囉 你是京劇系嗎 不可能吧 欸 我如果我要畫口紅 我應該畫在嘴唇上面 我會畫在嘴唇旁邊嗎 不然是會不下口紅喔 好了 啊如果我要畫乳溝咧 我會畫 不是畫在乳上嗎 畫在乳的旁邊 這是什麼 婦乳嗎 還是藝毛 好 喔 對 上次我講那個眼線的段子的時候 丹妮老師有給我一個筆記 他叫我呢 要用比喻 我現在就跟你講 不要這樣 胸部就是比喻 可能丹妮不懂胸部 大可愛應該懂胸部 我問我的學生說 為什麼你要把眼線畫在這邊 然後他就說 現在流行啊 現在流行畫乳尾紋嗎 老師 你畫是乳尾紋 我們畫是眼線 喔 我知道 這個乳尾紋的比喻 我們家黃小胖有懂 學生呢 他們的穿搭 我也是不是很明白 比如說 他們對於褲子的定義 就是比內褲再厚一點 所以他們會穿一個長版的T恤 蓋住裡面那件 比內褲厚一點點的褲子 在學校走來走去 然後我就會被嚇到 欸 你沒有穿褲子喔 然後他就會變成一個暴露狂 有啊 你看 然後我就 喔 好啦 真的有穿真的有穿 唉唷 那你這個也是有穿嗎 有啊 你看 我就把他拉起來 喔好好好 真的有穿欸 是真的有穿 那你這個應該也有穿吧 啊 對不起對不起 學生很煩 學生為了不想要讓自己去上課 就會一直請假 我只要每天點開假單 我就會看到各種痛 頭痛 胃痛 胸痛 腰痛 背痛 肚子痛 喉嚨痛 肩膀痛 膝蓋痛 肩膀痛 腳踝痛 還有人寫全身算痛 我以為我看的是我阿嬤的健康報告欸 他如果有主題曲 應該會是獲原價吧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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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今天就是不想上課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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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去KTV唱歌 好 前幾個禮拜 又有一個常常全身痛的同學 傳簡訊給我說 老師 我今天發燒了 我沒有辦法去學校考期中考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對不對 喔 欸發燒應該不影響你的這個打字功能吧 哇靠 他直接給我爆氣欸 老師不好意思喔 我不覺得我的狀況有好到能夠去學校喔 而且如果我拖著我的身體到學校 導致我的狀況變得更糟的話 請問一下學校會對我負責嗎 我還沒有回他 他竟然給我這樣砰 退群組 喔 他的打字功能沒有問題啊 可以打很多字還可以按退群組欸 謝謝 我很喜歡這個語韻 好今天來參加這個脫口秀爭霸賽呢 是在比賽的六天前收到通知的 聽說是有人退賽 我相信他應該是全身痛 謝謝大家 我是Sammy 謝謝Sammy 但你怎麼好像在沉思的感覺 沒有我本來想說 趙社公 因為本來要來參加的是叫趙社公的演員嘛 然後他去年就讓我很頭疼 然後我想說啊應該可以換一個比較正常的 沒有這個東西就是你怕什麼就來什麼 就來什麼 可是沒有他無厘頭的那個其實我蠻喜歡 我會喜歡那種無厘頭就要開場結束的那種 就拉高音跟跳那種就是 就是真的是 你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 他很堅持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 我覺得他的演的部分也是非常到位 但我自己個人的感覺會覺得 文本的反轉方面 有些地方稍微有一點跟不上他的表演 因為他表演其實執行的都是很好的 對那反而是在文本反轉的部分 有些地方我覺得還可以再加一些東西有一點可惜 比方說屁育之類的 對 不要在這時候把我講出來 而且如果你講出來就又不笑 那不是好像是我的錯一樣這樣子 有夠尷尬這樣子 評審不要耍脾氣啊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對話型的脫口秀 就直接問他 就是直接問丹妮 就是我講給你聽 就是企圖得到丹妮的分數 但看來好像是人習慣喔 然後他剛剛還尋求我的同意就是 大可愛懂胸部嘛 大可愛懂胸部 但不懂女生喔 但他剛剛進入了某一種狀態 就變得有一點點有教課的氣氛 他在詮釋事情的時候跟傳達訊息的時候 會有一種教課的口吻在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的多少 但我覺得 好像有一個蹭底的在那邊的狀態 然後唱歌的應用部分我是 滿予以尊重的喔 就是人生選擇嘛 予以尊重 我們友善包容 友善包容 OK好謝謝 好謝謝兩位評審 那介紹下一位的表演者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宣傳一下 我們在南部呢 有很多的表演的基地 像是高雄剛剛阿海 他所負責的喜劇開港 還有呢 台南現在有一個俯城喜劇 那我們到南部的話 可以參加他們的活動 那接下來呢 這位表演者呢 他也是常常活躍於這兩個場地 他是來自高雄 中山大學中文系大四的 紅拿 給大家晚上好嗎 我是紅拿 耶 水啦水啦水啦 剛好提到中山嘛對不對 大家提到中山 第一個第一個想到的東西是什麼 猴子 猴子 李梅珍 啊差在哪 差在哪 怎樣猴子不能超論文是不是 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 對我現在大事 我從學校搬出來住 為什麼呢 我以為是騎車上課 騎著騎著 後座突然多了一隻猴子 真的我想說 哇靠太危險了吧 趕快幫他戴安全帽 真的上課也是喔 課上一上 猴子衝進來 把同學的早餐通通的搶走 我當然趕快起來幫忙嘛 起碼要把我的安全帽搶回來 喔 我還記得我大一新生訓練 然後學長在前面講話 啊我都沒在聽 結果突然全班安靜 我想說怎麼了 我就舉手要問 然後我就變班袋了 大學班袋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幫同學訂教科書 我就這樣當了三年的定書記 今年邁入第四年 我是老書記 幸好大事沒什麼課啊 我比較閑喔 閑書記 OKOK 喔 說 喔 等一下 今天是我最後一年當的學生 老實說我真的感到蠻徬徨的 雖然我一直拿中文系畢業來開玩笑 但現在輪到我要走進社會 就會發現 是真的很好笑 真的 真的很好 你知道不管是出入還是收入 我看的都笑到哭 我朋友更好笑喔 中文系 還岩壁 超笨 喔你知道嗎 就真的很笨嘛 異手的吧 我不知道 我們兩個人目標明明都是考正式教師 一開始都是考正式教師 但後來啊 錄取率發現越來越低 甚至近年來的錄取率只有0.4% 欸0.4%你知道 水蜜桃C的原汁含量會比較多 真的 而且0.4%怎麼該你一千個人去考 只有四個人會過耶 一百個人去考只有一五陽框會過耶 所以我就有點放棄這個希望 我就往補教老師的方向走 他就繼續言蔽 他就繼續言蔽 但你們想想 文主 現在大家普遍認為文主沒有用 對不對 李主才有出爐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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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的是對的 真的 你知道我是中文系 但很多學長姐啊 畢業之後都馬上找到工作 真的 上一些知名的外商公司 什麼賣到老跟全家這種 我認識幾個學長姐 他們現在的工作 分別是魔術師 直銷人員 跟爵士鼓手 有沒有發現跟中文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其實中文系的鍛鍊的確有幫到我們 比如說那個魔術師 他很會寫文案 那個執教人員 他口才很好 那個爵士鼓手 有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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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們想想 文主包含了什麼 最基本的公民社會這些 你們想一下喔 如果現在立法院 沒有人在立法 不是 不是如果 沒事沒事 你們想一下喔 假設假設 如果台灣變成無政府狀態 會怎麼樣 沒有法律 沒有管制 但是拳頭大的人帶頭 你們能想像館長 稱霸各自瑕士嗎 每天起床 大家一起深蹲 現在還可以在台北 換免費公車嘛 真的 然後以後體育老師 可以借數學課來上 但不能借國文課 不然以後小孩子會寫 幹你娘 真的不行 真的而且現在中文 真的變得超爛 甚至有些人英文比中文還要好 我昨天在吃飯 我就聽到一個人在講電話 那個project你正在get it done了嗎 幹我就站起來走過去 我說小姐 注意時態 好啦好啦回到畢業 我現在只剩半年的時間 然後確定自己的志向 坦白說我知道 除溫組畢業之後啊 收入肯定會 稍嫌寒酸對不對 會窮到變這樣對不對 欸很難演欸 你不要感到很難演欸 很難演欸 很難演欸 那不管收入多或少 我都願意繼續努力 你知道 因為不管是喜劇還是生活 我通常都賺不到什麼錢 對那起碼我還有你們的笑聲 和畢業證書 好謝謝評審主持人 還有今天的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洪拿 好那我們請評審來講評一下 我好像是第一 因為洪拿好像比較少來台北演出 算是第一次看 講話算是 就是這幾個演員裡面 算是口條非常好 非常乾淨 而且切換啊 進到每個話題都非常的明快俐落 所以在這方面 可以讓很快讓觀眾進入狀況 這部分我覺得加不好 節奏也非常的明快 然後 文本也是就是有很多突如其來的 就是笑點 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看的時候非常享受 我看到你剛剛那個什麼 如果立法院那個 你笑得很開心 喔對他的那迷之演技 可以跟你一拚欸 你知道嗎 什麼迷之演技 真的啊對啊 只要不做書毛你就 哇 第二次我真的被逗樂了 他說哇原來有這一招 我以後也要這樣做 大家知道大雕也有迷之演技嗎 大雕示範一下 你之前有演過那個韓國彩踏事件的演技 喔 示範一下媲美吳康仁 喔什麼 離太院是不是 對對對 離太院 來示範一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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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吳康仁是也差不多這樣 哈哈哈哈 欸完蛋了你贏過他了怎麼辦 好啦總之我非常喜歡紅拿就這樣子 okok 剛剛那段主持人的回應 我覺得支持武康仁提告 然後他前面一開始有證責到我的事 他講了一大堆1717的諧音笑話 完全的感受到你不尷尬 看看他就是別人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反而更讓我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的笑點跟觀點的多樣性是 就是所有表演者裡面最好的 再加上他的那個比喻對我來說很新奇 因為我再怎麼樣都沒有想到 0.4%的水蜜桃可以拿來比 我再怎麼樣都沒有想到 會從飲料瓶得到一個好的比喻 太厲害了 後來連就是 連遺物陽框的那個比喻 我覺得也非常精準 0.4%的遺物陽框 我覺得真的很難想像 我覺得他在文本的設計跟各種多樣性上面 我覺得非常值得高分這件事情 謝謝 好 謝謝評審 好 接下來呢介紹下一位 就是我們今天倒數第二位的表演者 他呢非常愛脫口秀 他是一位留學生 所以呢現在他在美國留學 一放假馬上坐飛機回來參加脫口秀的比賽 就讓我們歡迎 魏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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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禮拜在財中 我上禮拜還在加州 然後我哥打電話給他 他說 欸 魏貞 我有一個好消息跟壞消息要跟你說 媽下禮拜就要飛去加州看你了 我說 哇 那好消息是什麼 好消息是我訂了一張機票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我媽在加州 大家好 我是衛生 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我真的覺得啊 憂鬱症 就跟聖誕老公公一樣 是虛構的 欸 有人很錯 我講 喔 聖誕老公公是虛構你們不知道啊 真的 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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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憂鬱症就是一般人的幻想 不要想那麼多啦 閉嘴 對不起 那是我的幻想 大家有做過諮商嗎 還是大家是會去買那個筆記的人 沒有 買筆記的不是人 是盤子 我做過諮商 OK 我做過諮商 然後一開始他想要了解你的原生家庭啊 你的感情狀況 事情是這樣的 林先生 你可以敘述一下 你跟父母之間比較深刻的互動嗎 喔 有 有一次我跟我媽說 媽 你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失敗的兒子 她說 那你為什麼不去努力 你也可以加入國軍啊 嗯 那 那 林先生 你的感情狀況呢 我非常喜歡我的女朋友 嗯 怎麼說 就是我會把我的手機密碼 設成她的生日 然後每一個禮拜 我都會換我的手機密碼 我真的超喜歡她們的 啊 fuck 對不起 我忘記了 對不起 我忘記手機密碼 好在我現在有兩個女朋友 兩個都忘記了 林先生 在跟你互動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你是個很應怒的人 你要多加注意 我跟她說 我 臭他媽的 最好容易生氣啦 幹 你給我閉嘴喔 你也給我閉嘴喔 我在跟她講話 我 我 臭他媽超生氣 真的真的真的 我沒 我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明明就是一個 very respectful well-behaved soughtful of person 或那只是我的幻想 然後做完整個很多的 很多的測驗 包括智力測驗 還有各種負面情緒的評鑑 他說 林先生 我必須告訴你 我現在有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現在你的mental health 並不是很好 我 說 幹 真的假的 那 那 壞消息是什麼 那就是壞消息 哇 現在是誰很愛生氣啊 好消息是 如果你很窮 我們這邊有一些藥物實驗 我建議你定期回來諮商 我說 只有我需要定期回來諮商嗎 他說 對 不然還有誰 我的幻想啊 最近我喜歡一個 就是跟諮商一樣 很愛問問題的東西 占卜 我朋友推薦我一家 南京父親的占卜 我才剛一打開門 他就說 哼哼哼 你即將會有财務之災哦 我就問他 為什麼 他只指店裡唯一的牌子寫 每個人 每個問題 他媽的都要收費 我說我 他媽被騙的 所以我就問他 好 那多少 一個問題 100塊 於事呢 我就從我的肚子 掏出了100塊給他 好 我就掏出了100塊 他說 不對 一共是200塊 我說 為什麼 她說那是另外一個100塊 呵呵呵呵 我說 幹 但我身上的錢就是只有一百塊 所以我決定用LinePay 所以我決定用LinePay 你該不會忘記你的手機密碼了吧 注意 畫面中的女人 她問了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我好像不需要再付你錢了 她說 為什麼 我指了指這個版子 她算了一下 你應該還欠我一百塊對吧 我說那是你的幻想啦 謝謝大家我的衛生 好衛生已經是我們今天的倒數第二位的參賽者了齁 請這個評審呢來給我們做一點講評 我覺得文本是有設計過的巧思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在觀看的過程中 我覺得文本跟他自己本人角色的態度 我覺得沒有辦法完全的貼合我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尤其是在丟punch的時候 我覺得要看每個文本的笑話狀況來決定 怎麼去丟這個笑話 那衛生可能會出現的狀況會是 在丟文本的時候丟出笑點的同時之後自己會笑 然後那個笑我自己覺得當下 就那個文本跟用笑這件事情來做呈現的話 反而會把那個當下的角色啊態度 以及呈現出來的搞笑的感覺給弱化掉 然後因為他每一趴好像都會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覺得有一點可惜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角色扮演的部分 那個醫生他聲音好低喔 然後詹普斯是個老奶奶 我不知道就是那個角色扮演 是不是要跟Sammy學一學那個 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會覺得好像可以再執行得更好一點啦 對所以這部分覺得有點可惜這樣 我跟丹尼茨一樣的意見 他一開始的諮詳式的聲音真的很像機器人在回答 就會突然的出戲 然後發怒的那個設計他用了那個麥克風架 可是那個讓大家嚇到其實會瞬間出戲 那可能我不知道他在今天前面彩排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那個聲音的那個效果 但就是可以根據今天觀眾的反應 這個段子之後可以稍微再設計一下你發怒的處理方式 然後大家有看到他剛剛做了很多的回答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他是少數讓我覺得回答的比例太多了 的程度的演員 因為過度使用之後那個驚喜感會變成 怎麼又回答 而且他的使用方式 比較不是我突然從原本的笑話架構突然去勾住前面 他反而是拿來變成那個笑話的結尾 如果你在punch的時候使用就會聽起來有點像是 啊好像是在講一樣的東西 好謝謝兩位評審 好接下來呢是我們最後一位的參賽者喔 他非常年輕 今年才高二 喔才高二就非常的認真的 花了非常多時間在講脫口秀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努力呢 未來呢一定可以讓他考上文化或是藝手 或是 好就算我們歡迎 傑森 好啦大家嗨起來好不好 最後一棒了最後一棒了 哇 先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聽了11個人 來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來鼓掌鼓掌 哇靠 我現在超怕我現在超怕的 前面11個都是成年人 那我是唯一一個未成年的 我超怕他們的 我超怕他們還講不贏我這個未成年的 他剛剛說很怕我考上文化對不對 那個我讀附中啦 所以文化那些我應該是有點難考上 我應該會去個什麼中山之類的 你知道嗎 我今年17歲真的 然後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很多是用網路在聊天 然後我最近發現你們身邊有沒有那種人 就是他很喜歡亂改字 你他會改成你 好他會改成好 惹他會改成了他會改成惹 然後我今天就遇到一個女生 我跟他聊天 他要跟我說謝謝 然後這個女生就打謝謝 我想說What 他在打什麼 我馬上回家叽叽 那你知道真的很困難 因為你知道現在太多種社群軟體了你知道嗎 就有什麼FB.I.G太多了 然後我就發現 每一個年紀的人都有他們自己專屬的 像如果你用FB 你可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長輩 如果你用IG 你可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對吧 如果你用抖音 那你一定是智障 在場有人用過抖音的嗎 一定有 都不敢舉手是不是 哇靠只有我敢承認啊 我有用過 我有研究這段 我想說我一定要下載抖音 來看裡面都是什麼 我一看發現超級可怕 裡面都是跟我一樣年齡的女學生 然後穿超少 只有內衣那種 然後跳超色的舞 配超色的標題 我上次看到一個 她穿比較多 她是在學校 穿學校制服拍的 然後她就跳 然後底下打 說說看你們幾歲破處的 我先來 我十六 我說What 我十七耶 我十七歲 我什麼都沒看過 什麼都沒摸過 她就已經發生過關係了 她到底讀哪間學校的 後來她一看她衣服上面寫 玉達 我就 喔 喔 一切都合理了 你知道嗎 她這個笑話可能有一點太冒犯了 對我知道 但你知道 就是我其實講這個笑話 我是為了逗大家笑 但只有一個人 她非常憤怒的 她就來指責我 她就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她是今年高一 玉達的學生 她就傳了一張圖片 是她今年會考的成績 五顆都是最低分C 她就傳給我 她就說我告訴你 我跟她說 那你為什麼不努力 然後她就說 我告訴你 這是我會考的成績 我不是不會讀書 我不是不努力 這是我對我成績豁達的態度 我跟她說 吼吼吼吼 你等一下 你那個不叫厚達 你那個叫玉達 哈哈哈哈 他到底在講什麼 為什麼他會來罵我呢 就是因為我有時候不只會在台上講這些東西 我會PO到我的IG上面 然後我那些笑話 十個大概有八九個都跟玉達有關 也不是我想寫 但你知道這些笑話 就一直從我腦袋裡面源源不絕地生出來 就跟玉達的小孩一樣 好 謝謝大家我今天講到這邊 請兩位評審來幫我們Jason剛剛的表現呢 來做一個講評 不知道為什麼有種巴斯上來第二遍的感覺 方向感很像你知道嗎 很像是高中時候的巴斯這樣子 欸好像都是附中的 欸巴斯也讀附中對不對 也是附中的 哇靠 附中怎麼都這樣 但你裡面什麼學校 喔幹我也是附中的嘛 你也附中的 結果是單裡的高中時候嗎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對 所以哇真的 這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比方說在寫段子的時候 抓文本的方向跟 你要怎麼樣跟別人就是不一樣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在這種方向上 就會變成好像大家都會往這個方向寫 所以就會有一點可惜 就是 呃 你的東西就沒有更 比別人更獨特一點 然後 Jason的話 我自己覺得他在台上是放鬆的啦 然後但可能 我自己覺得好像時間是不是有一點短 有一種對 然後跟其他參賽比賽 會想要再聽他多講一些他發生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 然後補充一下我覺得 呃 他講的比較短這件事情 會讓他的結束變得比較突然 就是我們都覺得好像還有東西 但後來就突然就結束了 但我覺得這就是他做的比賽策略吧 如果他的對於裕達這個題目 就大概講這些 那他沒有再多去開一個新的 然後賭一個不穩定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比賽策略 然後其實我覺得他面對大家的就是 偶偶偶質疑笑都好 其實一樣也是蠻 呃 對我來說是有在處理的狀態 而不是就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樣子我覺得就已經很不錯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兩位評審 我覺得這個評分應該是蠻困難的 評審是不是還在斟酌你的分數 對 但你還在處理 還在處理齁 你們先聊聊天 你們先聊聊天 好 那我來訪問一下 大家要聽到 第五代好友少女孩有什麼感覺 哇 欸 我很好奇耶 竟然還能用到第五代 喔 對對對 以前跟那個黃小胖很熟這樣子 只是 只是很熟齁 很熟很熟 還好還好 都念玉達了 我也很久沒有看那好好笑女孩的表演 她成員的表演 然後我剛剛看SAMMY覺得 哇 現在真的是厲害很多 真的很厲害 欸 怎麼了嗎 又冒犯到誰了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這樣講就是講前面的 就越來越進步啊 喔 越來越進步 對啊 欸 丹妮你是當大學聯考在作答 有有有 作答完了 因為我最近就是 因為為了要比這個比賽 我想要公爭一點 所以這一個月我幾乎都沒有看脫口秀的演出 然後我都愛看漫才 跟表演漫才這樣子 所以今天評審的時候 如果沒有兩個人上台 我就會只給一半的分數 不對吧 不對吧 怪怪的喔 喔 過分了過分了 那剛剛是不是有一個是兩個 那個 魏珍 喔對 所以魏珍分數比較高 這樣 那你這個評判的標準很有趣喔 大雕之前是不是也有參加過 我記得你第一 第二年的時候 我第一屆 我幾乎好像當過很多屆的主持人 像第一屆好像是博恩當冠軍 然後那一屆我也是主持人 那後來我有參賽過 然後馬上被籠籠刷掉 我就在台 我就出賽就被籠籠刷掉 喔 評審是籠籠就對了 對對對 哇 對啊 不予置評啦 不予置評 如果你那時候表演的就是被踩踏的演技 一定讓你過關 一定過關 一定過關 我告訴你 還沒齁 還是統計對不對 快出來 不是 我說成績快出來了 成績快出來了 好了 不要講太多 丹尼不要過度手贏 魚無倫次 我現在 我們之後還有這個新竹跟台中場 對 對啊 不知道會不會也這麼激烈 我覺得三場其實都沒有特別可以看出來 誰一定會贏的 喔 你有看過名單的這樣 他有公布 有公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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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知道去看一下 你也太不關心了吧 我去看一下 那這一次呢 進到決賽 聽說決賽的總獎金 第一名是不是有多少 一萬八 還有獎牌 大家沒有覺得一萬八很多 是不是 欸 你不要這樣 對華旭來說救命錢 對啊 我還需要打多少藥才有那個 打一劑就可以了 打一劑就可以了 他兩萬五 他兩萬五喔 欸 不用比了 大家去打藥了 好 我們那個結果已經出來了 我們要開始公布今天的 前三名 喔 好 那我們從第三名開始公布起 好 然後我們 因為我預期的音樂應該會有一個 你可以自己Q啊 頒獎的很隆重的音樂 拜託 拜託 好 我們要公布今天的第三名 來請班長上台 好 那個班長呢 簡單的跟我們講兩句感言 永遠 永遠忠誠 沒有 很開心能 能上來台北 就參加這個脫俠的爭霸賽 然後也感謝就是有讓我們入圍 希望大家有機會來高雄 也可以來時劇開港玩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阿海 好 接下來要公布今天的第二名 第二名是 紅拿 好 簡單講兩句感言 就是呢 希望大家有空也可以來到高雄的南部 然後就是 挺開心的 沒想到可以進了 我認真認真 這樣有點急白但真的沒有想到 謝謝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好 謝謝 謝謝紅拿 謝謝 台北人加油啊 好 接下來呢 哇 非常隆重 要頒布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是 華旭 謝謝 謝謝各位 讓我們決賽再見 好 謝謝大家 然後其實我也是高雄人 然後 但是 算一下分數齁 我們重新丟分數一下 不好意思 修正一下 但是在台北 台北剩我很久了 我愛台北 愛台北 恭喜這個 前兩位呢就可以直接到決賽 那阿海還要跟其他的 那個 新竹跟台中場的比拼第三名的成績分數 這樣子齁 那今天的戰力喜劇爭霸賽呢 就到此圓滿結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決賽見囉